普度众生是福 那都是不一样的 一样的种子种下去 好的土壤会长出很好的果实 如果这个人本身的命很差 就算你现在把佛种种在他的身上 他也接不出佛果 种子等于没有用 效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希望你们要学习 学会正果 正果是什么 就是证实验证 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个果报 这是什么果报啊 这是你的现世报 还有你的前世报 这个正很重要 它证实了这个因果的存在 这个成果的存在 和这个佛果的存在 如果我们这一世能够开悟 那是最好的 是最理想的 如果你这一世还不能够开悟 还不明白学佛的道理 那么你下一世还要回来继续做人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一世修不成 你下一世一定会回来继续投人 而且下一辈子投人 不一定会投到一个非常好的人家 说不定还不如这辈子 因为你的旧业没有消完 这辈子你又造了很多的新业 在新旧两叶的交替当中 你可能再投胎 还不如现在 因为现在是末法时期 交相感应 影响着你的学佛重音的果实的成长 让它交叉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人本来已经身体不好了 再加上这个病 再加上那个病 这个人的身体一定就会垮掉 上辈子的病没有看好 突然之间又生了这个病 那么交叉感染 这个人很快就得大病了 要懂得 如果下一辈子 我们不能做人的话 所以我们这辈子 还有机会到天上去 那么靠的是这辈子的修 如果你下辈子 还继续回来做人的话 你下辈子要做到不退转 那就很难 因为你这辈子在修 你再投人的话 从一个baby 小孩子开始 一直到很大 实际上 你已经修不成了 因为你下辈子 一定会丢失了这个佛法 你这辈子 就是白修了 而且是 前功尽弃 师父告诉你们 学佛不能前功尽弃 人要心定 要学会禅定 禅定就是 坐得住 禅坐 让你安定心 会产生智慧 心一乱 想出来的 都是杂念 今天你们心乱的人 所有想出来的事情 全部都是杂念 没有正的东西 杂念 杂念多 就不是智慧 因为一个人的杂念越多 智慧越少 智慧多的人 不会有杂念 很多人 很可怜 根本不懂得 在人间应该怎么样来学佛 学佛 要由最安定的静坐开始 你们现在在这里 要坐得住 心要定得下来 脑子要清楚 情绪要稳定 这些都是 学佛人应该做到的 所以 静坐 求得最安定的心 因为我们不会打蝉 静坐就是 安静地坐着 这样 你才会慢慢地悟到 师父不知道 你们能不能理解这句话 坐下来 不是叫你们打坐 是叫你们 要坐得下来 心要安静 你们想一想 很多事情 都是安静下来 才想通的 在恼怒的时候 在发脾气的时候 这个人的心 一定静不下来的 他是 不能够开悟的 所以 心不定 就会 悟不出道 要解 众生负 就是要帮助众生解脱 起修行地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 你要帮助别人 你先要帮助他们修行 帮助他们修行 就是自己 先要修行 修 修行地 然后 然后 就是起修行的心 然后 要修到地 就是说 我从这个地开始修 但是 我超越了 这个思维 把这个地 就作为一个基础 地就是基础 超越了这个基础 修到登地 你就可以解脱束缚 登地 就是超越了这个普通人的境界 就是你已经想通了 人间想不通的事情 菩萨都能够想通 如果你能把人间的事情都能想得通 那么 你就是菩萨的思维了 登地 就是你超越了这个地 所以 修到这个果地 就是 你已经正得这个果了 你就会懂得 用心来解脱 人间一切苦难 你已经到了这个果位了 你就会懂得 用心来解脱 人间一切的苦难 也就是说 你已经超越了 人间的思维 你就会脱离 人间的苦恼 要想超越 人间的苦恼 首先 要广发菩提心 菩提心 还有一个 菩提心愿心 单单的 菩提心 是慈悲心 然后 菩提心愿心 那就是说 我不单要 慈悲众生 我还要去 帮助别人 我要去行 我自己的愿力 地藏王菩萨 早就是菩萨了 他为什么 还要去 行愿呢 因为 他要到地狱去 救度 地狱不空 赤不成佛 他要去救度 地狱里的苦难众生 所以叫 行愿心 因为当一个人 拥有 行愿 和发菩提心 两个心 合在一起的 菩提心 那实际上 就能够 卑制双运 也就是说 你既有 慈悲心 你救度众生 又有菩萨的智慧 等于 悲悯众生 加上你的 智慧无穷 那么 你就是 卑制双运 你既能帮助别人 又能救度自己 这个就是 大菩提心 要普化众生 普化众生是什么 普 就是方方面面 太多了 化 就是去救度 普化众生 就是 普度众生 一个人的苦 一个人的难 不管它有多大 我们有 菩提心的人 就会受 更多苦 因为人伤我痛 别人受苦 你会更绝苦 你就会 发更多菩提心 师父不知道 你们是否听得懂 因为你吃的苦越深 你的愿力 就会越大 很多人过去 没有生病的时候 你叫他 初一 十五吃素 他都做不到 等到医生 查出 他得了癌症 医生说 他活不了了 那个时候 你叫他 许什么愿 他都愿意许 这就是 因为他吃了苦 他才敢 许这个愿 这就是人啊 一个人 吃的苦越多 他的菩提心 就越大 而且他修心的成果 成就 就会越大 因为他发的愿越大 使他受苦越深 所以 他得到的果报 会越大 希望你们 多闻 多正修 就是不要 这个修修 那个修修 师父跟你们讲 多闻 不如一修 什么意思呢 这个听听 那个听听 什么都听 这个法听听 那个法听听 你还不如多修啊 多闻 不如一修啊 左听右听 是没有用的 多闻 不如一修 修行 在于行 我们修了半天的行 一定要走出来 走不出来 你修什么行啊 修行 就是修到 你这个行为 你这个行为 如果是在 弘法度重 那么 你就是在修行 如果你今天 不能做到修行 实际上 你根本没有 你根本没有 在修行 说自己 修行 修心 必须要 全心 全意 修行 最忌讳的 是空谈 师父为什么 不让你们空谈 在网上 在QQ群里 你讲你的理 他讲他的理 讲到最后 你还不如 好好地 在家修行啊 整天空谈 你这是在 浪费时间 而且 你冒着 造口业的危险 你会有漏的 你跟人家 在网上 这么去讲佛理 你还不如 自己好好修 空谈 就是杂谈 杂谈 不如不谈 否则 会耽误 自己的会命 师父跟你们讲 感动 不如行动 你今天很感动 很感激 观世音菩萨 救度众生 但这感动 要落实在行动上 你还不如 好好地去行动 这个动 就是你的行为 动作 就是修行 所以 行动 就是实修 我今天 没有什么难为情的 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我已经受了 观世音菩萨 这么多的恩惠 我的命 我的身体 我的家人 我现在 所有的一切 都依靠 观世音菩萨 慈悲 我还有什么话 可以讲呢 我只有 好好地修行 这就是行动 就是实修 你们今天 实实在在地修 没有什么假的 没有做什么修啊 假修 就是在做修 那是在 骗天骗地 还在骗你自己 这种修 那是没有用的 因为没有功德 就算你磕头了 菩萨都知道 你在想什么 菩萨都知道 你没有好好地修 你给别人看 是没有意义的 你骗天 骗地 更没有意义 你给自己看 那也是骗自己 实修就是 放下自己 身上所有的毛病 坚决改掉 想想 你们过去 做错了多少事情 还想骗天骗地啊 过去丢人的事情 难道还少吗 自己多想一想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